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BJ48 Team E的陈倩南 倩南的话 热烈 热情 热心 虽然看上去很高冷 但是也是还蛮暖的一个孩子 就是陈倩南 各位一起来 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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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我觉得可能每个团的特征不太一样 像我们那边的成员 就多数会属于稍微内敛一些 对 他们那边北京的成员 我觉得性格都挺放得开的 对 自己吃东西的时候也会 叫大家一起来吃 然后也就是会很观察到别人的小情绪 怎么说呢 他其实是一个感觉 其实有点心事 会有的时候会有点心事 但是就是跟我们相处的时候 都还是就是那种保持很乐观的感觉 但是有的时候就是你跟他单独相处的时候 他就会悄悄的把他的心事告诉你 然后就感觉偶尔到一个大姐姐开导一下小朋友 没有什么话 就是你可能不接触他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他眼睛大大的 就这样瞪着你 虽然我没有说排斥眼睛比我大的人 但是就是真的有一种那种感觉 然后后来就是在一起训练的时候 就发现他跟谁都能聊得上来天 然后也可以一秒钟把老师都笑 哪怕他语言不通 我觉得这真的非常厉害 因为我那会儿还很小才16岁 然后不是很敢与别人交流 对当时就是还蛮自闭的 我就一个人在那边扒我 后来陈千南就过来跟我讲话 我以为他要凶我 就是以为我扒凑了会干嘛 结果后来没有就大家一起就扒我嘛 所以当时对他第一印象就是很凶 不敢接近很怕 对后来熟的时候我就发现 嗯挺好的 就是很傻 我长得比较高级 就是很多人第一次就是这样 我都感觉我这个人很凶 感觉我这个人会坏的 但是就是接触我就没有想到 我是一个就是很 活泼的一个人 陈千南真的是我们这个 这个团队里的开心果 化劳 单口相声 哈哈哈哈 那种大战亭 哥哥你尽管我照一下赵燕 看我 他说他就是不当少女偶像 你可以去讲相声 我就是说一点都没有错 他就是现在当着少女偶像 但是感觉他也是在讲相声那种感觉吧 就是在我们上课的时候 明明明明就是气氛有点严肃 但他只要一讲话 就能惹得大家都很开心的那样 就是我们我跟珍妮跟陈千南 我们三个人都是那种聚众聊天类型 就下了课以后很喜欢三个人 莫名其妙的感觉有那种磁铁身上 然后就吸在了一起 然后开始嘟嘟嘟嘟嘟 开始聊天 我自己想象的肯定是 我自己想象的肯定是 都夸我 然后都夸我 对顶多可能会说我吵吧 应该就没有别的了 我觉得陈千南是个很会照顾人的人 很会照顾人 体贴 我的哥哥 会顾忌别人的情绪 对 他会感触到别人的情绪 觉得他的性格就是 大把烈烈的 然后 有的时候挺像男孩子的 但是就是感觉他也很会照顾人 冷的时候他会让我穿衣服 然后热的不是热的时候 他会让我多喝热水这样 对啊 他很好啊 就很照顾人啊 和他在一起很开心 然后他身边有很多朋友 跟他在一起也能交到很多新的朋友 但是我说实话 我就是这几个人都挺照顾我的 就这些人他都因为日常就是都会挺关心我的 就比如我做一些舞蹈动作的时候 就是可能看我摔太狠了 问我要不要带呼吸 小马的话也会就是 帮我扑过床 所以就是我觉得他们 就感觉 以前虽然不熟 但是经过这一天 会感觉到都在慢慢的就是熟悉 而且真的其实让我挺开心的 就是大家都在很认真的在交心 然后很想为一件事情去努力这样 成绩男因为我跟他是一起的 所以我们之前就认识 我们在六七生的时候 关系就挺好的 然后这次也跟他正好碰巧在一个组 所以就觉得 就可能找到了之前 遗失的美好 怎么说 就是找到了之前那种 跟他一起玩的那种感觉 那就是老朋友吧 然后最早开始 就是其实 我们两个讲话的时候 其实再早我可能有点不太记得了 因为他说他很早之前 一六一七年的时候 给我发过深深祝福在微博上面 但我那个时候 已经屏蔽掉我那个微博私信了 所以说我没有看到 然后他就以为说 我平时私信是不是就是不看怎么样 然后后来最近一次 就是还没有训练之前一次讲话 是在李怡彤的那个毕业公演上面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是挑大夫 然后他正好跟我挑一起的那个 一起的一起合作的一个位置 就是一个对着顶胯的一个位置 然后但是我那个时候对他没有什么印象 我觉得是一个分团 感觉感觉跳舞很厉害的也是蛮不错的 然后然后就看上去很凶的一个女孩子 然后的确做动作也很狂野 我一直记得他这个动作 就是叫个人吓 然后吓下去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人 嗯 那个时候把我吓到了 但是具体是谁 然后我有点不太记得 然后那时候也不太记得他的名字 我也不去听别人如何是评价我 我想听听你们如何评价我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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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c欢迎歌手 支持大家